你是我最深的暖淡 死肥仔啊 完了完了 你是他 我的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不要緊 每天聽聽了久然一定會的嗎 你是我心中最甩茫茫的女孩 我可以教你的這種東西不要緊了 好 他不會看到 哈哈哈 打開我的Vlog 你會 our control 哈嘍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亮仔細 歡迎來到我們的試試開箱的節目 我最喜歡的 嗚~~ 又有得吃了咯 很開心這個節目耶 因為每次吃那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一期我們就介紹一些 泰國食品 前一陣子我姐姐去了泰國 然後他買了一些 古古怪怪的 快薯麵回來 這個是零食 哇,還薯片咧咯 正常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嘛 還不舒服 所以我們現在主角是哪一個 這兩個 這個是鹹蛋的 你們有吃過鹹蛋的嗎 我覺得真的好吃 所以我介紹你們吃啦 所以他真的是有鹹蛋的 有有有有 等一下你可以試試看 我特地拿鐵吃了 Full Full 夠誇張嗎 哈哈哈 這兩包呢我也是不懂是什麼啦 這個包裝就是跟這個牌子一樣的啦 可是它是其他口味 炒冬香醬 顧名思義,它是乾的咯 哇~~~ 哈哈哈 這個好像是湯的咧 等一下我們就試試看看 哦,這裏有寫 這裏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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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煮一邊吃這個零食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的主食 是以泰國為主 所以朋友 如果你們還有吃到什麼泰國很好吃的東西 歡迎大家告訴我們 有什麼泰國的東西是必須吃的 因為我們實在是泰索 我們的姿勢是很有限的 竟然是這樣 我現在就來打開這裏 零食 直接試試一下 到底有什麼好吃 Bad Me哥 你不可以亂吃這種食物 不然你又有點不甩 現在 我們就來試吃第一片薯片 沒有錯 就是要這樣 OK BBQ 還有 像BBQ 喂 這東漾味噢 很泰國的那種東漾味噢 它像是我們馬來西亞那樣 東漾 真的是 嗯 泰國 嗯 哦 Sawaddi Kak N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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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 我來形容一下它的味道 它味道是有檸檬味的 檸檬的那種檸檬酸味噢 嗯 嗯 嗯 很愛我耶 Sawaddi Kak Namu Kak Namu Kak Namu Kak 這個有點像蝦米的 哈哈哈哈 什麼啊 哇啦 這是多刀啊 泰國的 似乎就是多吃過菜 叫半軍營 便即可吃了 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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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太過受害 只要你不是人而懂得 哈哈哈哈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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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泰國情歌好像 啦啦啦啦啦 哎 你是我最受人而懂得 哈哈哈 哈哈哈 死肥仔啊 完了完了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不要緊 每天聽聽了久了一定會的嗎 你是我心中最甩茫茫的女孩 我可以教你的啊 這種東西不要緊的 哎呀不用緊啊 他不會看的 哈哈哈 等一下 再給你聽 再給你聽他聲 把那個畫面關掉然後聽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你打我 你在打我 你打我 沒有你打我 沒有沒有 這是 這是東漾口味的 肝撈麵 哈哈哈哈哈 哈瓦 哈瓦 你是我最新人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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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死肥仔啊 哈哈哈哈哈 好吃啊好吃 好吃 是我喜歡的一毛 我的麵 很Q 真的很Q 很Q耶 他很開胃 可是有點辣不誒 這個辣我ok 他還有這個蝦 通常我不吃的辣 那種芳芙筋感 如果你死了過後 你還不會腐辣 你的屍體會 臭彎 哈哈哈哈哈 我們來平分一下 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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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個 醬 葡萄醬 醬 OK 真的我也是這樣 我沒有覺得他醬好吃 可是他真的很開胃 OK Next 那 來第二個 這個是湯的 其實我也是不懂它是什麼 因為它寫的全部是開口字 所以它是東漾豬肉 沒有真的豬肉啦 所以它裡面有兩個調味包 應該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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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啦 我們嚼勁一點 哇 味道我們沒有炫過 Oleg Oleg色的 你們在畫面看到應該是香咖哩 可是它不是咖哩的味道 有酸酸 有辣辣 到底先試吃 我們來試湯先 那個粉好像不會有什麼樣的 酸酸這樣不會很辣啊 我覺得它有那個花生味耶 我覺得好吃 酸酸甜甜 我們每次吃這種湯 我的鼻涕就會 然後已經鼻了我眼 這個麵一抓上來就知道它不Q了 它口感不錯一條 它口感是有點軟軟 它的口感不會到那種綿綿那種 很难算咯 它是软软的 它没有很Q 它算是我们的果条仔 可是厚一点 然后再小调一点 它口感特别 不会是绵绵的咯 刚才那个面QQ 然后比较粗粗这样 所以你会吃到有点 Toyn Toyn 这个咯 它细细的样子哦 你吃起来有点像米粉的细度 可是很难点的是咯 它又不Q哦 但是它又不会黏 它的汤不错 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它的面很特别的 我觉得它的面好吃 它的汤就还好 是值得尝试的 你给我再吃多一次 可能不会再吃 是 完了 来我们来评分 我觉得我们的分数很接近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它的面不错 汤真的还好 推荐大家去尝试这个 因为每个的口味不一样嘛 OK Next 哇 来到这一集的重点了 这两包都是鲜蛋的快速面 这包大包的叻 它里面就有两个调味料来放进里面 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们也可以把鲜鲜鲜放下去 这样就有一点脆脆的 哈哈哈 酱料包 我们来搅拌 哦 我吃到鲜鲜鲜了 嗯 我闻到了 没有 而且野 species 对 哇 也是黄色 这样子 这个面噢 这个感觉像 像普通的目起碗 在日本的话 是这样子 泰国的话是 我可以吃爸爸呀! 什麼爸爸呀? 什麼感覺?什麼味道? 它那麵已經包小,鹹蛋就真的嗎? 沒有吃到很久嗎? 蛤?沒有鹹蛋的味道咩? 它比較像咖喉麵這樣子 真的咩?不懂嗎? 你有沒有拿到它的汁? 沒有到很久 所以現在我們來試吃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的包裝的 哎呀!很期待 因為看了那個很豐富的感覺 現在我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請不要傷害我 為什麼白白的? 這都是白白色的咩 哦!這個很鹹蛋啊! 這個才叫鹹蛋味嗎? 哦!是哦! 這個應該不會傷害我 這個也是很鹹蛋啊 它只是一個白一個黃 它的調味包是一個白一個黃 這樣子的 然後它的麵也是黃色這樣子的 可是它的份量有點太少了 就是整包的麵就是這樣 哇!它們老實咧! 小包的就是這樣少 大包的就是這樣多 哈哈哈哈 很老實的 這個我覺得收到它的蛋黃的調味 比較明顯 這個感覺上很像我們華人的麵 那種黃麵這樣 可是剩下去就不知道了 讓我一起見證奇蹟 十口 哇!蛋黃的麵做了 真的嗎? 這個蛋黃還挺多 這個蛋黃還比較多 這小小包當時感到不起眼的時候 哦!很香!你看 蛋黃的味道是 有沒有 哦! 嗯! 這個才叫蛋黃啊! 真的!這個蛋黃比較濃郁 哇!這是什麼這樣子 真的變成這個沒有味道掉耶 而且這個的黃麵很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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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那個好吃好吃 原本這個還可以再這樣子 結果一吃了這個 這個完全去掉了 哈哈哈哈 一比較下來真的這個變難吃掉 原本只是覺得它很特別咯 沒有到很好吃 可是不難吃 可是吃了這個過後 這個變難吃掉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可以聞到喔 這個 這個 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現在我們來評分 這個 這樣子 這個 這樣子 這些東西一比較下來 就有點糟糕了 這個真的是 這個 給它這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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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你們看到我們吃了 這樣多這樣子的東西以後 你們猜一猜 這些哪些是我們的排名咩 我們吃了四包麵 這個是我的第一名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第一名是這個 這個真的差別太遠了 這個完全是不同等級的 這個完全是不同等級的 今天影片總結就是 爆章最普通的場面 最好多 然後有什麼 很特別的啊 不一定要很厲害的 只要它好吃 是 你們就可以介紹我們 真的啊 有能力的話我們找到的話 我們就開箱給你吃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一點讚咯 哎呀的頻道在這裡 See you in the next 看下一次 拜拜 拜拜